提起于莉这个名字,恐怕很多观众一时间都会感到有些陌生,但要说起,绝代双娇,中的,妖月公主,莉角,相信大家都会感到印象深刻,当年于莉扮演的,妖月公主,冷艳霸气登场亮相,不知道让多少观众眼前一亮,以至于如今提起人还有不少人感到记忆犹新。 大家可能不知道,于莉的原名叫于竹心,她从小便热爱跳舞,为此她12岁的时候考取了湖南省歌舞团,并成为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,但让人惋惜的是在一次演出活动中,于莉不小心跌断了自己的手骨,伤愈后她被医生告知不能再跳舞,从而不得不结束长达6年的舞蹈生涯。 后来在朋友夏刚的帮助下,她慢慢开始接触到了拍戏这个行业,因为形象气质极佳,所以刚进去演艺圈,于莉就接了不少戏,例如,我们还年轻,26个姑娘,人间烟火。 虽然说于莉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,但让人压抑的是她的演技出奇的精湛,更曾一度凭借电影《寡妇村》,获得中国电影《百花奖》最佳女配角提名,随后的电影《条子阿布拉》,更是让她拿下了第44届亚太电影节的最佳女配角。 在拍摄《绝代双交》之前,于莉还与马景涛有过一段恋情,俩人相识于包青天,并迅速陷入爱河,为此马景涛曾对外表示自己的生命当中除了母亲、女儿以外,她最爱的女人便是于莉,可能正是这一番话打动了于莉的芳心,她不顾身边朋友的劝说接受了马景涛的告白。 只可惜,就在两人相恋两年快要结婚的时候,于莉突然提出分手,她对外表示自己想找的是一位能在她生病时可以照顾她的男人,而马景涛当时的事业如日中天,根本没时间陪伴她,更不要说去照顾她,为此两人的恋情已分手告终。 后来,于莉还与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曾国成交往,但最后因为一些原因导致俩人不得不选择分手,可能正是因为被情伤得太深,于莉后来再也没有与其他男人交往,甚至她还逐渐淡出了娱乐圈,要不是杨幂曾邀请她出演。 威时代,恐怕大家都已经忘了昔日的,妖月公主。 如今,妖月公主,已经55岁了,不过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多少痕迹,依然气质非凡,只可惜的是于莉依旧还是单身没有嫁人,对此,有不少网友祝福她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